有松台公寓的地主跟參與 也未必是參與這個整個R03開發的案子的 相關人士 我這邊引用一個就是 陳立輝省委員他之前有 整理過的一個資料如果在座你們手機可以上網的話 很簡單你在Google裡面只要打上幾個字你會搜尋到 你只要打上當冤大頭協助市政發展 你就會找到這篇文章 我跟各位報告 基本上我想在座的所有能夠參與這場 盛事的因為大家花了很多時間在一直在 吹牛畫大筆 一直在走你的市政的進度我覺得 沒有產權的岌岌可危 地主也未必能夠拿到相對等的一個福利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團結 不要每次都坐兩邊 好像在打仗一樣 我們不是南北韓 來有更多一個報告一下 簡素 如果今天是按照 陳立輝省委員他上面的文字敘述的話 地主 我們現在不管我們這邊 地主你十坪的 持有土地你只能分 19.18 你們自己看因為那些細節我也不是那麼懂 但是 但是如果是相同的土地面積的時候 我們幹嘛要參加聯合開發 我們幹嘛參加聯合開發 參加都更就好了都更分比較多啦各位 都更真的分比較多啦 所以為什麼後來 畫符要 口水太多了 畫符為什麼要再找兩邊再去砍這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因為有利可圖嘛 那參加這種所謂的一個 公共建設的結果換來就是一定有很多人 無家可歸 權益喪失 你的房子不見了 你要舉無條抗議 還是要跳樓 還是要怎麼樣 你只是上上板面啦 你就是很可憐的群眾 那我是認為說 要少時間讓地主跟我們 能夠坐下來談一下 看怎麼來整合這個事情 然後再讓各位來推動 所謂的公共建設 謝謝 謝謝 謝謝